錄製的方法 应该 这张也没有钱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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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录制的方法 不外乎就是这个录制剧集 反正你就照 就是那个动作 就是录制之前 建议先彩排 那主要是利用这个地方 从Web 这边从Web功能 然后呢 再把这个 再把那个刚刚的网址给贴上去 贴上去之后 这个 就这个网址 刚刚我们有发布 如果你忘了那个网址的话 你把它再 再发布一次 然后 如果它没出现 可能你就重新再把它点一下 重新再网页 然后这边会出现 因为它已经发布过了 所以你直接按复制贴上 就可以了 那 你录完的程式 因为 我们前面有讲过录制 所以你干脆 拿那个 我云端上面 在问题06里面的那个批次 从云端上面下载 这边有个程式码 那里面大概就是录制的过程 我有加上注解 那其实你只需要更改的地方 只有这里 HTTP到 这一段 我干脆把这一段用醒目一下好了 记得就是把它 把这个部分 盖掉就可以了 变成你的连结 那这个地方的话 基本上我把它复制 然后贴到我的 这个开放人员里面 也许 因为如果你要分隔的话 也许你不然就另外再建一个模组吧 那这边更新资料 跟上个礼拜的把它分开 因为上个礼拜的 或者你另外再开一个新的档 也可以啦 我是跟就是把上个礼拜的接着继续做 那把它贴上之后 记得修改 就这个网址 这个网址请你用你自己发布的 不然的话你变成 你还是会抓到我的 云端硬碟的网址 OK 你发布完之后 你把这个发布完刚刚那个网址 把它贴上去 OK 发布应该记得吧 就是档案里面发布到网路 那这个网址复制一下 那就可以把那个资料抓下来 那因为刚刚我做了一个test 其实基本上应该OK 另外还有就是说呢 我刚刚有把这个里面的资料 本来是2500笔 那我把它删成只有1000笔而已 因为我看好像2500笔 太花时间了 另外我也试一下 好像还蛮快 你删完之后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我在 在三个几笔好了 假设这里 三下995好了 OK 那把它删除一下 删除 删除列 好 剩下995嘛 对 那可是特别重要 这里没有存档 它没有存档按钮 所以你也找不到吧 应该里面应该它没有存档 它你只要删掉之后 那基本上呢 这个资料就少无比了 可是少无比的话 我记得好像如果你现在马上更新 它好像会有个时间差 之前是遇过最久的好几分钟 可是最快的好 大概大概几秒钟吧 我看一下现在有没有 感受向下 马上更995了 剩下9 本来是1000 因为我刚刚删了5列 对不对 另外的话呢 感受向上 建档日期 甚至这边如果把它 假设我今天 云端上面做一个变更 比如说我 这个感受向上 这个把它改成 比如说 这个把它改成 小咪好了 好 那使用者端 现在如果再更新 好像越来越快了 现在Google云端好像 之前会等好几分钟 现在我看一下 刚刚好像很快 更新一下 等于是我是先把旧的资料删掉 然后它又去抓云端上面资料 再把它抓下来 现在你看它还是菜头 所以有的时候可能会 时间快一点点 有的时间会稍微慢一点点 不过基本上 大概在几分钟内 应该都会全部更新完毕了 所以其实还 我觉得可用性还蛮高 未来如果说 你有很多来 很多个客户端 他都要抓你的来源资料的话 那你又不知道说 资料放哪里比较好 如果说你要自己驾站的话 其实 当然可以啦 你驾站 可是问题驾站很麻烦 那你如果不想自己驾站 维护的话 因为你驾设网站 你必须24小时开着 而且你还会担心 有害客入侵的问题 另外你那个站 一直驾设着 其实都要花费很高的 平宽啊 电费啊 反正都是费用 所以你不如怎么样 如果你不想要花额外的费用 其实这个是一个不错的选项 因为你看没有花到半毛钱嘛 但是有没有那个作用 其实还是有那个作用啊 你把它更新 其实更新一下 资料他又重新截取 又重新把资料给抓出来 OK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 还没更新 不过基本上 大概再等一下 他如果这边更新的 那看 OK 再等一下 那就 可以直接把它更新的这个程式嘛 我把它放云端上面 因为有录制部分 主要是这一段 其实他是利用那个什么 Active Shits 就是工作表里面的一个方法 叫query table 这个query table 后面有加一个方法 叫add add是增加一个什么呢 其实关键就在这里了 connection 这connection是连线的意思 那这个连线的话 它有个参数 告诉他说 我这个连线是连到UIL 就是网路上面 然后呢 告诉他说 一个网址 这个网址 那另外的话呢 要放在哪一个位置 有没有 A1 所以这些参数 也许你如果说 你有兴趣的话 可以再了解一下 里面参数其实都可以修改的 包含就是说 里面能不能加上password 其实有些网站有password 你也可以去 change那个password 或者更改那个password 等等的 还有像什么 web formatting 就是格式 下来的格式 要不要是原来的格式 还是说你要变成其他格式 这边都有相关参数 可以修改 那如果你 不动的话 他就用预设的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 我想各位试一下 那另外还有所谓的那个删除列 刚刚我们是第1、2列删除 其实我是建议 将来如果你是删除列 或删除蓝的话 其实也不难写 有没有 Rose 关键在这个 Rose物件 这个物件呢 你只要告诉他说 你要删除的是哪一列 1、2列的话 就是 用一个字串 1、2 后面加一个delete 它就自动会帮你把1、2列给删掉 那column的话 一样是给他一个 那你里面可以放一个什么 你可以放一个哪一栏 A栏 或者你也可以放个数字 比如说你放个1 其实代表是第一栏 它两种叙述方法 跟那个讯述的方法一样 然后后面再加上自动调整栏宽 所以基本上呢 如果你这个写好 你当然因为时间关系 你可以参考一下云端的这个程式 那执行起来 我中断一下 这个先清掉 对不对 它会自动去连 那什么时候会连呢 其实最后一行 refresh 这个时候才会去连 有没有 连到那个网站上 并且把资料抓回来 不过这个时间差会是最久的 抓下来了 那一二列要删掉 所以这个Rose一二列删掉 A栏 因为我这些A栏栏宽很窄 所以看不到 A栏删掉 然后栏宽自动调整 OK 然后游标再放回到A1 OK 结束 大概是这样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这个是有关 如何利用自己发布到云端硬碟的 这个云端的资料来源 并且呢 再把它从网路上抓回来的一个简单的范例 我是觉得其实 主要是实用性还蛮高的 因为基本上 第一个啦 我觉得云端的好处真的蛮多的 像我现在有的时候如果没有必要 我干脆我干嘛自己把网页放在自己的server上 我还要维护它 我干脆以后甚至网页 我都不用自己的web server了 我甚至直接把我的网页 直接用那个Google云端硬碟里面的文件 文件里面也可以放文字 也可以放图 也可以发布成网页 那它基本上就是一个网页的嘛 那你也不用维护啊 它稳定性又比自己的server可能还要更好 那乐此不疲 而且基本上也没有什么费用的问题 所以这个当然我觉得它有它的好处 OK提供给一位参考 用云端的方式来更新资料 万一发布错 例如说什么不应该给人看的丢上去 就一直 没有你可以停止发布就好了 它可以 你可以发布 当然你也可以停止发布 你可以在档案里面的那个发布 它里面呢 你可以底下有个叫停止发布 有没有 你可以停止发布 而且底下有个内容有所变更时 自动重新发布 你当然如果 你如果不想一直更新 那你就把它打过去一下 其实它里面还蛮多功能的 它隐藏功能其实真的非常多 可是一般人几乎都没有在用 这些功能其实我很早以前就开始用了 主要原因是因为 它不用花钱 但是它比自己驾站的成效 恐怕还更好 那你何不使用它呢 再来它是完全没有费用的问题 当然也不能讲得太大声 不然到时候会不会 Google会听到 你一直宣扬这个 会不会哪一天又把这个功能给关掉 对不对 不过这有些东西私底下这样用 甚至因为我自己也有server 可是我后来发现 用它的 就减少自己平宽嘛 对不对 你把平宽让出来 你可以去做别的事情 那你这种大的平宽 对不对 你就用它的 而且它的平宽也很大 很快 又稳定又快速 目前来说 应该找不到什么样的缺点吧 有什么缺点呢 它也不花钱 这是很奇妙的事情 没有跟你说 预算次数的限制 我记得它的预算次串表 好像不让你后面的Squid 慢慢应该会有限制 可是到目前为止 一般人的使用量 可能会要超过那个数量的几率 应该是非常的低 应该我觉得应该够用 以目前来看 好像就比较没有 没有 对啊 那你说那个数量带多少 我也听过有这种 可是基本上 我自己也还没遇到 一般性说真的 你也不可能说 把它拿来做过度的使用嘛 因为过度使用 它马上也会检查到嘛 那如果你一般性的应用 说真的一般人 也不会说用到那么夸张 我想应该都够用 比如说你有一个前端程式吧 VBA也可以啦 甚至我还用到手机APP 手机APP 比如说你有一些资料来源嘛 你也可以发布啊 然后自己手机 因为它还可以发布成CSV啦 CSV 然后手机端 你可以用程式去解析那个CSV 解析完之后呢 可以把它丢到手机端的database 等于是云端的资料 可以把它写到手机里面的资料库里面 那就可以去做资料更新的来源 比如说像火车时刻表 我也可以弄一个火车时刻表 我更新完之后放到云端 然后手机端 比如说火车时刻把它更新 按一下 它又手机端又更新了 诸如此类的啦 如果说你有这种资料来源 需要写入到任何装置 其实都还蛮好用的 它主要是一个维读啦 维读就是你只是读取的需求 至于你要写回去的话 可能就要用别的方法 就像你刚刚有提过那个像Google它里面有叫App Appscript 有点像Javascript Appscript 其实有点像那个Excel有VBA嘛 那Google试算表它有一个叫Google的Appscript 有点类似像VBA这种东西 就是让你在云端上面 云端的试算表里面 也可以开发写程式 甚至也可以像我们一样按按钮 也可以插入函数 也可以制定函数 通通可以 只是说这部分的应用 目前来说 好像没有像VBA这么普遍 主要是因为可能用 当然未来如果说云端大家用的非常普遍的话 那可能这个东西应该会慢慢的 不过我想可能微软也不是省油的灯 它应该会在这个之前先在云端上 也可以让它的云端可以写VBA 因为这两家其实算是死对头啦 而且这两家刚好蛮接近的 因为全美市值最高的公司第一名就Apple 那不用讲了 第二名就Google 第三名就微软 所以他们目前处于一种水火在 一个各有各的 一个是有空优 一个是有陆军 因为微软它刚好是视窗跟Office 已经无敌了啦 所以视窗谁能够撼动了它 但云端是Google嘛 这两家公司各有各的擅长的点 所以你说哪一 那当然我们使用者的角度来看 当然你就是节长补短嘛 对你不是说它所有东西我都只使用它 那不一定要这样啦 你可以自己想一个方案 也许有更好的解决方法也说不一定 OK 好这里的话提供给各位就是说 如何从云端上面去更新你的资料 那再来等一下我们来看就是说 再来下一个就是 如何从网路上下载资料 那这边的话呢 我分享一个就是说 之前讲过有关那个 股市的当日行情表 那比如说雅虎上面 那我该如何去做一个网路更新的动作 那当然这地方的话会牵涉到的点其实也蛮多的 那我们待会再继续来看